大家好,我是大老张 今天为大家带来这道凉菜是蒜泥白肉 制作豆腐菜需要的食材有五花肉 买五花肉的时候肉要厚一点 青笋,大葱,姜,大蒜,还有花椒 我们先把大葱切断,姜拍一下,放入碗中备用 然后再把青笋切丝 最后我们把大蒜拍制作成蒜泥 里面加少许食盐 制作成蒜泥 蒜泥打好以后放入碗中备用 现在我们把五花肉煮一下 把五花肉放入烧开的水中 然后把刚刚备好的大葱 生姜,还有花椒 一起放入碗中 来两勺盐 煮至熟透即可 肉已经煮好了,我们把它捞出 放盘中放凉备用 下面我们把椒白肉的汁调一下 里面少放点鸡汁 生抽 少来点花椒油 辣椒油 稍微多一点 如果汁太稠的话,我们可以加点凉白菜 把它搅拌均匀后 只会浇到白肉上就行了 下面我们把五花肉切薄片 现在出来捞起来捞成鸡汁 五花肉切好了,现在我们开始捞成鸡汁 现在我们开始捞成鸡汁 五花肉已经圆好了 我们现在把刚刚炒好的汁浇上 现在这道菜已经制作完成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击下方关注 每天都有不同的家常菜菜 谢谢 谢谢